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吹回生死和黏天心的忌忍 才能救台湾 找回誠實和憐恥心的獎勵 現在回到議員和英雄明老師共同 探討台灣的思維俗緣 現在說到台灣的地名 以前不是叫台灣 台灣英雄那兩句台湾 應該有人說台湾 台湾 不知道要怎麼說才是政客 經過老師 我們現在就講到台灣的名稱出來 台湾 我們再繼續 台灣的古代名 對明氏帝國團 重修台灣福祉 這本書 裡面什麼 台灣 自國無力受到中國的半島 在明條選到的年間 就是世元1430年的時候 有台湾 有台湾 王三保 統治 把他 燒成電話 這本書 因為 突出風 所以 那個 那個 帶來 帶來台灣的 煙花 就是 後來的台南 從這個古著的大政 裡面 有一個記載 開照 目的年代 鄉團 明選頂 年間 泰鑑 王三保 告代 我從這個政的處罪 這本書 大政的面子 寫說 大政是在 西 地方 來台人 在西方 名字 叫做大政頭 開票以來 這個 來 大的人 越多 生理人越多 俗修 台灣 館子 裡面 這篇 依舊 地 家福利 裡面 說 大政 在西方 故意開花 海陷 正 海鹹 正 人 在這個 搜尋 中間 名字 叫做 大政頭 之後 這個記名 越多 天海 勝利 持體分措 記海 半日 照 日本人 這個 威靈家 俗俗 台灣 文化籍的記載 經濟台灣 紀流 記載 海中 國度 爹地 黨物 青青 環境 來 提倫 最初 發言台灣 危機的 是 中國 漢族 然後 漢 漢 台灣 最初 發言 台灣 到底是 什麼 叫台灣 福祉 青腰 這篇書 裡面說 台灣 我們 蘇國 英勢 英雄 的 杜 和 他的 穿的衣服 都是 錢穿英雄 英雄的衣服 北至懷 東南至海 那些土的穿穿衣的繁榮,好像穿穿的都說糟糕 割滑毛麵的東西,這塊白麵,這塊白麵,這塊白麵 就是金氏,現在的南漁毛麵的政客者,就叫做結尾 海道的地方,所請以後來講的,是這塊政筆的東西 中修台灣夫子,這個書裡面寫著,民燕酒浴,烏共懷海為燕酒,就是台地食,風風妙夢, 在其中,親像這個,不過在台灣地理書的表紙,表紙比較不俗 因為有共生在舊台,今天探討台灣最早的存在到發現,這必須要靠一些書來書籍 然後,在民燕酒浴的畫面,古名叫做嘉賀書,還有一個名叫做露西門,就是白龍師的門 金門,古名叫做露秋,還有一個名叫仙秋 對於宋台以前,是不是有這些基民,於是不夠口 台灣陸書,在明台以前 現代請台灣為台灣國的公法 親像上面的 隨時所記載,大約三年代的 那一年代,派珠寬和洪宇宿 親以派丹寧的完成,被看作是原地和中國本土建築 只有近海的 策旬,就是鄉旬 那個策旬荃 台灣的策旬的經歴, instead ofuso 他躺了issuesuegoes, מת복 szu tambor catish su 寫棺 �iam su,MK afro 明朝皇母五年派新國統經歷海上 由於陪我的祖民和皇后母上 所以在皇母二十一年 就匯集順監司 前山島民在全州這兩府的中間 英勞年間台湖經歷黨西洋時 抹過台灣 加前四十二年 道徒義大優派賓師子宏佩娥 後來匯集賓師日帝順監司 萬歷二十年在佩娥優兵 當這個萬歷三十五年 在昌宏遊兵 丹夫寺 這是由台灣夫寺寺出來 河蘭世紀的正行 澳洲人在十六世紀末 到海外人民的風氣 尤其脫離西班牙通地 就是西館一千五百七九年的荷蘭 在西館一千六百坑兩年三月二十九日 創立河蘭東印度公司 祈禱沉入阿州 以共西班牙所佔的理想和葡萄牙所佔的歐盟 河蘭東印度公司 對十六名委員 做一個委員會總任事務 由國會指定當事十七人 鑑督 並派總督做一十多的八十月 總督可以輸國家的租款 在江南也可選荷公和 營運利西館和任務付中毒 官員這些款 他最先的時期還派過付中毒 坐在西蘭 馬六甲這些項目 臺灣六世紀元圓 這有我英雄民的研究,台灣是清條寫明條歷史的時候,在明條書裡面的列團,為人使用所建的台灣的音來變成台灣,明條稱台灣為東方。 和我教我這個文書裡面說,當時他不知道從哪裡開始,照片給我外圓的道中,去網港,加路安,加高速,小檔水,小檔口,咖哩,巴沙利,大檳桿, 這些都是他們的大地方,斷俗清華麗,明條的時候,有波田九英灣友朋友東方機,也有東方在清萬民基礎的地方,並沒有其他意義。 日期時間,台灣總統府,臨時台灣骨灌調查會,第二步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裡面。 日期時間,台灣司法第一關的記載,關於台灣的名稱,日本人透過統一的台灣度和雄川玉潔的台灣紀錠都記載。 日期時間,台灣就是台灣的名稱,台灣就是台灣國的名稱。 但漢司法沒有這個記載。所以伊林加古的台灣紀錠記載。 因為,漢司法第二關的。 因為,在台灣,中國是台灣的。 第一,是這位英議並非漢調所清的。 火爛人經濟漢人所說的,將台灣的名叫做台灣,就是他的政命,可以可行。 在2万7千年以前的人类已经到台湾来过了 中东新闻在2013年3月入签日会报2.26分 报道台当官邓兵乡百姓党国定遇迹 经过口供调查研究发言 早在2万7千年前已经有人来到百姓党的行为 这就是资金所在台湾最早的人类的意志 由台当官政府委托中央研究与力士预言研究所 进行的台当官邓兵乡百姓党与力士调查研究计计 对2,800年到月开始在百姓党与力士进行调查研究 在当地发现了13所在新的动态 是百姓党的动态所目大概30个 可口供学家在百姓党里面选定 五十七个进行严身调查 与16的动态来进行7位 结果发现大量的旧状企与行严 与新的新状企与与务 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在6的动态的地产 对这种发现的旧状企与世纪 的时代人类的生活、地民、选择 非党移植 对当时人类的生态、环境 提供到很重要的研究新材料 这种发现的旧状企与世纪 让北方将出透的物件 经过阻探14年代出 致名最早在27.7千年前 已经有人至少通知 北山党的生态 对科学家的资料企业 的现实 代人类最早在2万7千年前 已经有人得出透的百姓党在生活 对卫生的物件 对卫生的物件 人類外黨的移植是推動有三萬年六四的台東鄉兵文化 但是鄉兵文化雖然有豐富的文化為物 但沒有化作人骨的或是人骨共發出土 這表示我用上面研究台灣文化 有關台灣議員是延續黃帝以前的河路文化的方向是對的 台灣就是台灣這個土地的罪財人類是黃帝以前的河路人 不是所有共產主義的高山族 這些高山族是對福利賓媽的小孩來的 台灣人並不是外國學者研究台灣 台灣軍族南都議會的人類 對這個負負民房骨家議員 可以憲使出高山族是菲律賓馬來西亞的人政 他們絕對不是台灣這個土地的罪財人類 再來說 福爾摩莎不是基台灣 美麗日報2008年才會出財 這樣報道 我們來普陀加人 在當時贈壇的福爾摩莎 並不是基台灣 他是這個地方 真是一項美麗的錯誤 台灣是美麗的報道 這一點是 不是自己本的結尾 他是在十六世紀葡萄牙發言台灣人 讓台灣高山尊領 若沒從尾 認不住 就請台灣這塊土地 就是說福爾摩莎 真美麗的島 也因為要在國際上 就有很多國家用福爾摩莎來搶給台灣 福爾摩莎頂於美麗的多數頂於台灣 這個觀念 我對小人聽到很大 早已經緊張結局 每一個人都在台中 但你知道嗎 這件事可能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因為中央研究員 在翻篇了十六、十七世紀的外文 文憲中 完全沒有找到葡萄牙人 怕賺台灣的美麗政績 這麼大多數的葡萄牙文 文憲 以少量求來稱呼台灣 直到一千五百八十年 日台西班牙人 在航海文憲才出現 福爾摩莎 這幾個 可正是翻十四萬八 古早以前的福爾摩莎 來稱呼台灣本土 但為什麼會有這種美麗錯誤 中央研究員情 這應該是來自一部台灣市的搖圓 這部台灣市 是叫葡萄牙人 航海經過台灣海峽 搖圓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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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他們合作好謀殺 所以公佈在世間 搖圓牙人 一部一部 一部鄉像 一部堂的 道主表明 為福爾摩莎 但是學者也發現 其實當時 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 戰壇的福爾摩莎 運營完成的全市 改買台灣市 提到記載的福爾摩莎 第一 第二項為地 是 四百東南鄉 總等一百公里 但是台灣 東北四南鄉 總等四五百公里左右 為這個地方可以推出 葡萄牙人 當時所看到的福爾摩莎 很可能是 衝刑 它不是台灣 並表示 當今國主委 葡萄牙人 戰壇台灣美麗的 肚圓 應該是來自 後面的人 所推薦的 研究員 該歲 只出 一千五百八十四年 西班牙人 針對 行徑台灣的時候 在航海 上 超一百 看到台灣市 成為福爾摩莎 後來西班牙人 在 維杜海 面 再將當時的台灣 成為福爾摩莎 一直到荷蘭 抵臺後 這才確立福爾摩莎 成為福爾摩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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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多 不是在台灣的機材 東洋研究員 研究員 翻篩到十六七世紀的 破門 文獻中 完全沒找到 福爾摩莎 人 恐懇臺灣 美麗的政権 請大多數 的福爾摩莎 人 都 對 大多數的福爾摩莎 都 是 來 和台灣 近期数量的标识,葡萄牙的王室这个土甲 靠时在1554年,为这一户海道 将百贵几山以百一个青春 变形成的导书标名作佛罗摩萨 但学者也发现,即使当时葡萄牙人赞叹的佛罗摩萨 可能不是在台湾,佛罗摩萨人当时看到佛罗摩萨 很可能是他冲刑,他不是台湾 并表示,当今葡萄牙人赞叹台湾为美丽的多数的起源 应该是来自后边的人所退出的最上 研究人员解释,即使1584年西班牙准备 走过台湾的时候,在一尊海基上修成的佛罗摩萨 后来西班牙人在威德的时候 在将东西的台湾成为佛罗摩萨 一直到佛兰地台后,这才革立佛罗摩萨这个成功 对这样后,这才革立西方国家对台湾成功 佛罗摩萨这个国家,因尊重对拉丁文和葡萄牙文的佛罗摩萨 为美丽的艺术,反正佛罗摩萨这个地方 佛罗摩萨人的东西在基隆 看到多上片面的景观 你赞叹的佛罗摩萨并不是只台湾 谢谢,谢谢 所以我今天听到台湾浮沨并不是佛兰人 小班牙人 看到昨天才来到我们的海鸦 浮沨并不是很漂亮的台湾 其实美丽的错误 美丽的错误 好,今天尤小敏老师来来来给我们讲客就对了 也很感谢老师,我们这样后期再来咯 好,好,感谢各位的收看 BUG 3.1,123,123,123,133,134 找回生死隔闲地心的隔断,才能救台湾 找回诚实和廉恥心的价值才能救台湾 台湾 台湾